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腕手术腔系里边堆积的代谢产物比较多了 这个已经不是普通的叮咛组织了 这个是中腕手术以后形成这种肝架 因为它这个手术区域不是正常的外道的皮肤了 以后一部分已经都有真菌的东西了 长期的堆积在里边 好歹这种它不是在直接在皮肤上产生的 所以呢还好 跟这个普通的真菌型外道研的还不太一样 里边一个大坑 他这个老人是双侧都做过手术 这一侧是肝耳 左边另外一侧 这是他幼儿 属于一个干燥的状态啊 只是把这个分泌物清除 这个这个不叫分泌物了 这个 竖枪的这种干夹啊 定期的一个清除 之前好像有人说过 这玩意跟那个肯德基那个炸鸡腿有点像 另外一侧呢 是 对他另外一侧是感染状态啊 有浓性的分泌物 这个是手术完以后啊 一个大坑 然后 原先的骨膜区域啊 做这种干夹的这种附着 像这种呢 只尽量直接清理啊 不适合通过低药的方式进行软化 现在这个下方应该是骨膜的位置 他这个骨膜已经不是正常的了 这个其实就已经有一点这种胆脂瘤的意思了 跟正常的这个 不是不能说正常 跟他自身的组织啊 有一定的粘连 质地也比较的硬 跟前面那个松散的那个都不一样 下方啊 原先手术放置的这个人工听骨啊 也漏了出来 他在这个人工听骨表面本身应该还放置有 移植的筋膜或者是软骨类似的 但是已经都全部脱落了 这个人工听骨这个状态实际上是已经没有实际的作用 这个听骨基本上就脱出了属于一个啊 这是人工听骨放置的一个问题啊 一部分患者可以长期的保存 那么还有一部分患者在一定时间内啊 听骨出现了脱出脱落 这个都是很难准确控制啊 不是在完全人为控制范围之内的 在手术的时候会涉及一些预防脱出的办法 但是它就是存在一部分的比例啊 还有小半截卡在里面就没有刻意的去动它了 一个中耳胆脂瘤手术以后的清理啊 后边就都是普通的叮叮叮色啊 这个是洗完澡以后自己拿棉签瞎捅 结果给怼磁似了啊 捅完以后就觉得突然听声音 有点下降害怕了 这个明显就是被打夯打的 在最深的区域出现了这种阻塞啊 洗澡以后啊这个棉签的这个行为啊 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啊 万尔道的水分会自然的干燥啊 你面签也不可能每个区域都擦得到啊 着急的话有吹风机吹 那么长期的这么去捅 有一些散碎的东西就会被顶进去啊 日积月累就有可能啊 只是说有可能 因为形成这种堵塞 还有个前提是你这个万尔道的叮咛产量要足够多才行啊 一般的话还不至于啊 属于这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啊 但是这个棉签这个行为尽量还是不要动啊 洗完澡以后棉筒 一个是清理不干净啊 一个是反而容易导致叮咛酸色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容易把万尔道口区域的一些日常存在的 像真菌的包子啊给堆到推到里边去了 然后导致了深部的这种深部区域的组了真菌感染啊 这种在骨膜表面的这种大面积的这种真菌产生 和棉签有很大的关系 很多一看就是整个被棉签头顶过的区域 一层这个真菌 当然还有在外边找这些人乱搞耳朵啊 搞出来的这也是一个原因啊 啊 这是一个怼的比较瓷式的啊 其实很多更多的人是这种啊 并不是很多 但是在一层的一些区域内 跟这个瓦弓在墙上 或者是这个 推这种水泥似的一层 碾在上面 这是更多件的 其实平时 它呢就是说 你产量还不够啊 叮咛的生产的这种量还不够 被棉签整个个碾的一层 碾在上面了 这块还碾破了一块 棉签的东西尽量不要用啊 没有多大时机 最后是一个 牛肉盖啊 好久没有这个质地的了 这个也是也有棉签碾压的痕迹啊 表面一个 被棉签砸的这个坑的地方 有点这个上顶天下顶地的意思了 它的形成前提是自然的 叮咛分泌的过于旺盛 跟你平常是不是自己 这个 卫生习惯啊什么的 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啊 OK 一个普通的牛肉盖啊 好今天的视频到这结束啊 谢谢大家收看我们周四的时候再见啊 最后回去搂眼骨膜 谢谢大家 你看骨膜 你看骨膜 好像这一样不可以 没有大概在骨膜中 儿子 没准掉 好吧 你